受到疫情的影响 截至目前为止 县内所有的社区关怀据点都没有开放 导致长辈在家中相当的无聊 为了让他们能够排遣防疫期间的无所事事 社区照顾服务员特别到每位长辈家中 带来设计好的数学题以及图画纸等等 让长辈们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拿起彩色笔 长辈仔细地在画纸上涂上颜色 自从三级警戒之后 县内所有的关怀据点都停止运作 许多长辈向社区反映 日子相当无聊 因此社区的照顾服务员 开始设计多种简单家庭作业 提供长辈们居家时 也能够像在据点一样学习一些食物 社工员李怡轩表示 社区停课之后 都是利用电话问安的方式 来了解长辈状况 而照顾服务员也很用心 设计了很多教案 让长辈在疫情期间有运动四肢 以及运动大脑的机会避免退化 我们就是疫情后开始停课之后呢 我们就是都是透过电话问安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后来我们的就是照顾服务员 他们就是也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就是希望说长者能够在这疫情期间 因为长者退化的速度实在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照顾服务员也很用心 他们就是想了很多教案来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者不要退化 那就是比如说像数学然后图画然后像绕口令的部分 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就是都就是每天就是可能 也不是每天啊 就一个礼拜可能会送个三天到他们家 其实能做的有限啊 但我们就是只能脑力激荡就是尽力就是 因为疫情停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嘛 退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 对所以我们也盼望疫情赶快趋缓 能够让长者赶快回来上课 长辈们对于照顾员的用心都很肯定 每天都会自动运动 所送来的教案也都会认真完成 一方面打发时间也比较不会无聊 老师出足业 卫度 教育运动 老师都教育运动 都有这个 毕竟跳 我说如果有时间就在那里 毕竟跳 老人就是跟他一个人而已 跟他一个人在家就要自己跳 对 现在又不能说整天了 这些老师都 都可以说 要每天都靠电来问来说 有这个运动也有啦 无论 无论 如果有站起来我们就有做运动 运动什么 都不能说大家都来做运动 来说运动 都没有运动 都可以跟自己在家里运动 每天都比较重 比较重 老人比较重 不过来 有时候运动 就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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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无聊 就无论 就无论 都拿着 那些堵 拿着 那些堵 就这么黏着 靠灵的来 就无论 这样 这样是 心情 就无论 没进去 就 现在 没 你 赵福源每个星期至少三次拜访社区长辈 受到这次疫情影响 长辈们不能够来到社区 为了不让他们的四肢以及脑部退化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想尽各种方式 透过精心设计的教案 让长辈们在学习之际还能够维持一定体能 不仅可以延缓失智 日子也会比较好过 记者陈寅志中疗香采访报道